天感覺 太難了 幾家都批了 哈囉 今天又來了 因為新年嘛 然後要招財敬寶 所以今天就想來一個項目 就是來打保齡球 之前 打保齡球的經驗特別的少 就玩過一兩次左右 然後還是在海外 就是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也很多年前了 所以就看嘛 今天能拿到什麼樣的成績 但是 應該不會讓你們覺得丟臉 獎勵的話就是那邊的冰淇淋 懲罰 你們訂吧 我訂了一個嘛 既然要筆 那就要挑一個 就是比較厲害的筆嘛 是不是 所以看上去要比較健壯的那一種 不管多少分 我都能戰勝他 不管多少分 我都能戰勝他 我肯定能獲勝了 打贏我的話要扣工資 我都能戰勝他 我永不住了 我永不住了 現在選本石頭 現在選重量 這個像個心 我覺得我好像7或者9 差不多 但是好像沒7了 那我就9吧 長長久久 你準備要一人一個賽 你先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我也不會拿 你不要 我就這樣 你別砸在自己的腳上就行 你別往後扔喔 我應該也會 我應該也會掉進去 好 我應該也會掉進去 憑感覺 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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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用的姿勢也太讓人害怕了吧 啊 我居然落後喔 為什麼老是往右邊偏了 試這個感覺 應該能拉回來一些吧 現在是 是29比19嗎 居然差10分 走 我好像找他一拼盡感 一定要拼盡全力耶 41了你都 現在 第五局 然後他已經41分了 然後我28分 我肯定可以追上了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你可以追上了 相信自己 我為什麼一直只 撞掉一個 剛剛那一次我感覺我自己都要把地甩出去了 太難了 走 看我的 天了 我已經追不回來了 他好遠 他還有19分 他好遠 他還有19分 最後的 分數 比分是78比71 輸了7分 被運氣吧 只能說 那我們的懲罰就是隨機舞蹈 我真的不想吃冰淇淋嗎 我當然真的想吃冰淇淋啊 我絕對能贏他 如果這一次再輸了的話 因為老闆已經被懲罰了 所以員工也要被懲罰 就員工也要跟著一起跳 如果我贏了的話就一起吃冰淇淋 我現在就怎麼來打一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Round 2 他不小心掉出去了 手滑手滑到台上來 走 哈哈哈哈 差一個 怎麼我沒有打假球 我很認真好嗎 哎呀還差一個 大片特片 所以是要輕一點嗎 讓我來現學現賣 努力了 走 走你 走 走 走 我真的很努力了 我的手指都寫著努力 指甲都劈了 我就說我的表現為什麼 越來越往下走 原來是指甲的原因 把它剪掉 這是為什麼 誰能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 最終還是慘敗了 不管多少分我都能戰勝她 我絕對能贏她 94耶 她最後總分 62 總結一下就是最後大家要一起跳女團舞 耶 上 上 中 拍 拍手 再來六 七 走 上 中 下 拍手 喔 還是左 右左 左 右左 右左 右 來準備跟音樂 五 六 走走走 走 走 轉 走 走 你走 你走 沒事就扣你的那個三十九塊錢的工資 哈哈 今天 雖然說最後我還是失敗告終 然後但是 還是祝大家可以 在來年裡面 順順利利招臺健保吧 然後我們一起吃冰淇淋吧 這什麼口味的好像新的耶 草莓還是奧利奧 那剩下你的是奧利奧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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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萬事如意 2022年一切樹立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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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